说这个父母亲的转变还是很大 从你爸爸刚开始 并不是很支持你进入这个圈子 到后来我听说有一段是 你们在拍戏的时候 工作人员跟导演抗议 说为什么这个路人甲 都有这个T恤可以穿 我们剧组却没有T恤可以穿 后来这个照片一看 大家快笑死了 这个路人甲就是你老爸 他就是一个很想红的人 他是一个很想红的人 我跟他出去吃饭 然后他会把别的老板的小孩 从家里叫过来 然后因为我来了 然后要个那个签名 他叫我是签名 然后签名他没有笔 他说没关系 他从包包里自备我的签名 就要给那个小朋友 我都快疯了 我觉得他恐怕等了不止七年 对不对 但是比你还要开心吧 他当然很开心 其实我会讲他有那个大头神 我是很想红这件事情 另外一句话就是讲他 其实他是以我为很骄傲的 但是在学里面我们看到 当然是因为大家都很热情啊等等 所以后来大家都传说什么 你跟导演啊 这个很不寻常啊等等 那件事情对你有造成困扰吗 没有啊 没有 完全没有 当然会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那真的是太无聊的 新闻吧 就是一个八卦 对啊 让你去注意这些事情太无聊 那首先我觉得那个庆功宴的那件事情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做啊 只是只放我的照片而已 对啊那对我来说太不公平 那我觉得我不在乎你也其实你 你相信就相信 你不相信就不相信 那怎么可能对不对 我觉得我现在知道怎么当一个演员 但是我要当一个明星艺人 就是每一天还在学习 当个演员跟当个明星艺人有什么样不一样吗 当演员就是把戏演好 没事 对啊 你拍戏的事情你要顾好 那当个明星你当然你所有 包括宣传包括什么事情 你都要 包括广告包括什么事 你都要去做好 对啊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品牌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就慢慢学 比卡比卡 好 好 好